嗨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夏天呢就是要去凉一下 就是要来玩水 哇 这里呢 实在是太棒了 那好了 今天熟悉来到哪里啊 介绍给大家的就是呢 桃园 环境一个合法的野心水水区啊 这里呢 是桃园的宇内心 就在小屋来附近 那么因为呢 这边桃园市政府啊 做了很多的这个建制啊 设备 所以呢 玩起来非常安全又好玩 最重要的是呢 这边只要在开放的时间之内啊 都有救生员在保护着大家 那么这里的开放时间呢 平常啊 就只有在周秋假日啊 那么呢 但是在暑假期间 从整个暑假一直到九月 除了礼拜二是休闲之外 其他每天啊 其实呢 都有开放给大家 所以呢 大家呢 都可以很安全的 很放心的 来到这边呢 玩水 细水 当然了 因为熟悉啊 今天来到这里 最主要也是要推广的就是呢 野心细水的安全性 其实呢 你的名字叫做 瓦蛋 瓦蛋啊 瓦蛋 事实上呢 这个野心在细水 真的要很小心啊 是啊 除了我发现啊 我们要穿这个 保护脚的这个胶结 或者是防水鞋之外 防滑的鞋子之外 事实上要特别注意天气的问题 是 要留意隔日的气象状况 对 因为夏季嘛 常会午后来这里 对 没错 那我们看到阴天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山区 就是会有下大雨 对 而且啊 一下大雨啊 这个溪水暴涨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事实上啊 在我们这个雨内心 因为有这个救生源 是 所以只要呢 TOO影片啊 真的就开始广播喔 我们建议上岸了 马上就叫大家要撤离水里面 要往岸边 就是要上岸了 对不对 那甚至这里呢 都还跟气象符啊 做了这个连线的 曹雨推报这边 完完全全第一时间呢 掌握 所以呢 细水真的是非常要小心的 当然咯 这个周休假期 欢迎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 因为下个礼拜的天气 就没有这么稳定了 有没有来 对啊 所以我们赶快重溫星云图 就要来告诉大家 现在呢 事实上啊 在对绿宾东边的这一个热带游动 预计呢 今天晚上到明天啊 就有机会 形成今年第三号台风 一旦形成 名字就会叫做台米台风 好了 到底呢 它来不来 会直接侵袭吗 现在终于欧洲跟美国的模式 都一致了 也就是呢 它会从台湾的东半部海面 北上然后往流球的方向前去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恐怕下个礼拜 就受到外围还流的影响 天气不稳定 那呢 可能是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 几率比较高 陆上警报会不会发布 我们再来做观察 不过呢 那这几天的天气都是呢 上午啊 非常的挺陶俏洋洋 非常的酷热 下午还是会下午后零正雨 雨区预报当中呢 还是进行各地的山区 还有云霞南地区 都还是有下雨的机会 那么周秋夏季啊 这个天气温度上 几乎啊 都有三十五三十六度的高温 所以咯 在这么热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礼拜就请大家咯 大家一起追随着树立的脚步 让我们一起来与内心拍一下